來喔 聽說這個 睫毛滋養液 老闆娘保證變長 試看看 以前在日本唸書的時候 其實有用過好幾種不同的睫毛滋養液 大部分呢 其實塗完真的就是累睡覺 因為眼性有時候會互不太能上妝 因為睫毛就會往下掉 它這個一般使用就是晚上 如果加強的話 早晚清潔臉部之後使用 量你睫毛的長度 還有這支 很容易隨身帶的感覺 好喔 看起來質感還蠻好的 現在我上面是假睫毛 一根一根放上去 下面的睫毛就是我自己 自己的睫毛其實上下都算是長的 但是你知道喔 這種東西哪有覺得夠的 尤其亞洲人的那個五官 本來就不是這麼的立體 就會覺得那個眼睛要放大再放大 如果自己的睫毛可以長再長 心情就會非常的好 我就也沒有很想要去接睫毛 平常還要很小心一直去顧它 固定再回去接睫毛 我覺得很累吧 加上自己眼睛又很敏感 如果它會變長的話 眼睛又會更放大的感覺 好 我先去卸掉 然後看那個長度 上睫毛應該有到七還是八了 我下睫毛本來就不短 差不多就三到四之間 還蠻有質感的 短的這邊是要轉 長的這邊是要塗眼睛 這邊黃黃的也是它液體的顏色 好 有出來了 出來就是這樣 塗在根部 好像這樣就能塗兩隻眼中 不會刺激 視線也不會變模糊的感覺 覺得好像有個液體在上面 但也不太會掉下來的感覺 下面有稍微弄一下 好 我已經算是塗到內眼的地方 不會覺得是有那種刺激感 可以接受 這支呢 有三毛左右 聽說可以用一個半月 我看說明是寫五天就有感覺 成分是天然的 主要就是 苦樹油 蝦紅樹 還有人參 桑葉 植物專利萃取 它也寫說孕婦可以用 純素者它也可以使用喔 就每天來用 好 我現在差不多用了三周 偶爾有一兩天忘記 一個禮拜會忘記一次的那種概念 總之來看有沒有變長 或變濃密 先來掉上面 再來下面 中間我本來長度就是比較夠 對比起來增加長度就是一點點 但是旁邊明顯有變多 整個有變濃密 長度有稍微變長 下面是整排都有增量的感覺 還真的有變濃密變長 很多人會覺得它的睫毛就是掉很多很脆弱 其實我覺得只要稍微有增量 然後讓你的睫毛就是非常的健康 不會這麼脆弱 我覺得應該就會非常開心 我在用的時候呢 就希望它趕快變長 有時候就會稍微多塗一點 然後那個液體比較多 拍到眼睛 我就覺得適量就好了啦 所以我覺得上下都有塗 這個使用也確實是很方便 而且很明顯 閉眼的時候 那個睫毛的感覺 素顏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有個隱形眼線在那邊 這支是可以買的喔 在聽說 在聽說 如果可以見得到 後大家應該可以分析 才能夠看到 有一個分析